你也不能告诉公子的藏身之处 但蓝主子有话 绝不能对外人讲 包括我在内 包括你 也不能告诉公子的藏身之处 我明白了 子莹啊 岛上所有的地方 我几乎都转变了 没有发现公子的踪影 我想 会不会是在东暖阁 东暖阁 你去过东暖阁 是啊 我确实去过 但是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藏身之处 我悄悄打开墙上的暗孔 望外张望 但没有看见他的全身 只见他穿了一双厚点的靴子 从墙边走过 肯定是个男的 你是不是 你看 连你都不信任我呢 更何况蓝主子 算了 算了 不说也罢 那好 那我先走了 德馨 你保重啊 没有 你也保重 我知道 蓝主子一定吩咐过你 让你带公子出院 可这件事一定会危险重重啊 一旦出了事 不光蓝主子会遭灭门之灾 恐怕连万岁爷也会被牵扯其中 所以我想 一旦你和刘公子被抓住 也只有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一方万一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想 一旦你们被抓住 你和公子 只有服毒自尽 才能够保全蓝主子和万岁爷 我明白 是什么 对 本来 真的不想让你牵扯到这件事情当中来 可是蓝主子 执意要你来揍 这也足见 蓝主子对你的信任 我想 你也不会辜负 蓝主子对你的厚望 是 为了蓝主子和万岁爷 能够平安五世 为了大清能够早得子嗣 本来干真件事之前 已经就把脑袋挂在墙上了 虽然此事未成 但是已至此无法说情 我瑞英无所畏惧 何况 我又是个孤家寡人 家里的情人早就死过了 没钱没挂的 也没什么留恋的 此地不能久留 好自为之 保重 安德新心里明白 蓝贵人之所以一定让他 随大队人马 离开彭岛摇台 只是因为不放心他 怕他杀害柳公子 其实他何苦要害公子 只是咸丰皇帝下了秘职 作为奴才 他不得不执行 因此他必须在离开岛之前 找到柳公子 将他杀死 借着大雾沉湿湖底 他坚信这样做 不仅是为了执行万岁爷的命运 同时也是为了蓝贵人和他的家人着想 此事一旦暴露 后果不堪设想 不但蓝贵人和他的家人 甚至咸丰皇帝也会被牵连 最主要的是 另外还有一个人 一个无辜的人 一个命苦如黄帘的女人 也是安德心 一向心仪的女人瑞英 他心里明白 一旦瑞英执行宋公子出源的命令 成功的几率不会很高 一旦出事只有命归西天 同时为了保住瑞英无辜的生命 他决定铁而走险 离岛之前找到柳志同将其杀死 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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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主子让我来找您 谁 尹姑姑 安公公刚才来过 他还叫我的名字 但我按照您的吩咐 没敢答应 我刚才差点跟他撞上 姨姑姑 安公公是兰儿和万岁爷身边的人 我进园子都是他一手安排的 为什么我躲在这里 一定要瞒着他呢 我想他应该是个好人呀 安公公当然是好人 但此事事关重大 公子 你记住 不管谁来 你都不能应声 即使是安公公 待会儿 我得离开这儿 等天黑了 我再来接你 千万千万记住一点 无论有没有人来 你都不能出来 更不能应声 千万不能 今天 已经是第二个晚上了 如果再出什么纰漏 或者将你送出园子的话 那事情就大了 而且会更加麻烦 姨姑姑 这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公子 园子里的事 其实跟你说了 你也听不懂 你最好还是别问了 你只管静静地待在这里 等就行 怨我怨我 都怨我 为了跟兰儿见一面 惹出这么多的麻烦 姨姑姑 我这心里 真有点害怕 万一要是出个什么事 我真怕对不住 您和安公公 公子 你别说了 你只管躲在这里 应该是没事的 姨姑姑 您放心吧 我一定听您的 想不到 在如此危机之时 姨姑姑还能出面相救 这能真是感激不尽 姨姑姑 请 手指同一半 快快请起公子 使不得 瑞英不敢受死公子大礼 还请公子耐心等待 好 我 推 клиent 叫我 你叫你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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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叫我 叫你 叫我 叫我 码头准备供船了 码头离这儿也不远 怎么去了那么久 按理说 岛上的划船太监 早就接到命令 应该准备好船了呀 鱼儿 你去 让人把安宫间 马上找到这儿来 是 安公公 启禀蓝主子 船准备好了 回蓝主的话 准备好了 就等着您和夫人二小姐 用办了早膳 立刻开船 好 现在就走 奶奶 回去要保住身子 清肠 启禀蓝主子 一切都准备停荡 就请您和夫人二小姐 一起上船吧 好 奶奶娘 咱们走 走 走 奶奶 嗯 奶奶 帮我走了 刘神 蓝主子 大总管 蓝贵人一家上船了 正往这岸上赶呢 嗯 安德欣在船上吗 回答总管话 安德欣在船上 张燕山那边的太监 传过口信来 说看见他了 哦 另外 船上还有好几箱赏礼 要不要从张燕山那边 派几个太监过来搭把手 不用 照原则 继续画行事 这 我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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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点神啊 别磕着碰着 快快快 抬起来 抬起来 嘿 给我听着 这可都是万四爷 赏给蓝贵人家眷的李香 都给我盯住了 任何人不得接近 更不能打开 听见没有 是 看出了吧 欺兵蓝主子 茶水都准备好了 是不是请夫人和二小姐 休息片刻 立刻离园呢 我额娘和妹妹 好不容易进园子 我得带他们 好好地看看 这样 你吩咐一下预膳房 说 我吩咐的 准备一桌好的饭菜 我们 吃过午饭以后再走 走吧 担住他 还在这儿干嘛呀 快去 我吃 我吃 真是邪了门了啊 我真是不知道这蓝贵人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大总管 我琢磨着 我琢磨着 这个贾太监 还派人看着 不让人靠近 我派了个太监去打探 原先啊 是俩人看着 现在好吗 改六个人了 我琢磨着 这里边一定有鬼 什么意思 你那意思是让我拆人到九州庆宴去查查 大总管 真是这个意思 是时候了 这湖面上没什么动静 我猜想 问题就出在箱子里了 那也不能查 那样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如果咱要是查不着呢 最后这画瓣就让人家捏在手里头 让人家捏死你 你记着啊 让你的手下人给我盯死了 如果说他们的人 打开这个木箱子里边出了人 马上上去给我拿下 如果他们的人 要不是亲手打开这箱子 那就到原门口来说 是 另外告诉张燕山 把他那认识这个假太监的人 全都带上 跟我上岛 大总管 您现在就去啊 要想查清这事 非得抓着这假太监不可 他们现在啊 只有三个地方 一个就是水上 沾山这控制的 二一个就是大木箱 你这有人盯着 大总管 那第三个 是不是说的假太监 现在仍然在岛上 如果不在岛上的话 难怪人为什么呼呼啦啦的 全都上岸了 他明目张胆的 就把这几个大木箱子 摆在九州青宴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呀 这就是想引我上钩 我还救不上他这钩 我今儿可就带人上岛去搜查 兰贵人安德辛他绝对想不到 我会给他来这手 我就抓他个措手不及 大总管 真英明 请搜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慧家一向是为人谦和忠厚老实 你也别破了这规矩 没什么了不起的 额娘 一个奴才 等着怕什么 我刚进园子那会儿 别说让我等着了 那一跪不就是半天 人在没熬出头之前 就只能做奴才 这 差了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 给兰主子请安 什么事啊 回兰主做 刘福已经带人上岛搜查了 什么时候的事 估计现在已经在早上 那么说 你派人送去的字条 他们没上当了 回兰主的话 九州庆宴前面的木箱子 黄武一直带人盯着 而且现在又增加了人手 奴才以为 他们肯定是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盯着木箱 另一方面上岛搜查 奴才觉得 此时公子的安危最为重要 如果 一旦被他们抓住 那可就是灭顶之灾 此时非同小可 奴才以为 万不得已的话 就按奴才昨天说的 必要的时候 奴才只身上岛 抢在刘福他们之前 把公子先 安主子 奴才以为 只有这样 才能躲过这一劫 事不迟疑 您得痛下决心 这可是千军一发 安主子 安主子 话既然说到这 那我就干脆告诉你了 公子他人 我已经命人送走了 什么 送出去 对啊 就在万岁爷 离开园子的时候 我同事也派人 把公子给送走了 现在这么做呀 无非是掉掉 刘福他们的胃口 让他们以为 假太监还在岛上 和他们玩这种 捉迷藏的游戏 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安安主子说的是 不过这种游戏 奴才怎么觉得浑身直冒冷汗 你就瞧好吧 他们既然已经拿到了太佛爷的遗址 我倒要看看 他们怎么收场 你现在就吩咐下去 午餐不吃了 现在就派人把我额娘和梅儿送出园子 记住了 按原计划进行 那几只大木箱 一定不要让他们检查 把他们的活 彻底拱起来以后 再允许开箱 吸引住刘福手下的注意力 我相信 这边一动身 那边很快就会停止搜找 回兰主的话 既然公子一走 刘福他们搜导也是白搜 就让他们白忙活去了 奴才已经通知御膳房 做好了午膳 就让夫人跟二小姐 你就别管了 听我的 就这么办 奴才这就去办 请 请 张晏山 哎 记着 东暖阁竹箱馆北院 给我挨着地儿的搜 一寸一寸搜 不许漏过任何可疑痕践 一定得把给我找出来 哎 走走 别说话 有人搜导来了 啊 张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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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着了吗 紫威厅和竹箱馆查遍了没有 这里头呢 这里头你没敢进去 为什么 大总管 这是东暖阁 万随爷寝宫嘛 万随爷寝宫 不是在九州庆宴吧 这怎么跑这儿来了 横倒摇台啊 也是问我 万随爷的情况 只跟热痕那个一个意思 算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 你摆这人藏哪儿呢 我藏哪儿呢 桌里床里 柜子里 成了 你倒没说 藏你们家炕头啊 没事 哼 我要是蓝贵人的话 我就把那人藏在这边 行尸没有人 他今儿背不住 这里头就有一个人 告诉你手下 把东暖阁所有的门 都给我堵死 这地方一寸一寸的搜 我就从这儿下手 来车 进来 进来进来 别怕进来 走 走 走 那姑姑 她们不会 发现暗门的机关吧 我相信她们 不会那么快的 公子 一旦她们冲了进来 打开机关暗门 我们只能 是 什么怎么样 英姑姑 你一定要救我 一旦我被他们抓住的话 你就去找兰儿 让他求万岁爷 一定要救我 英姑姑 我年纪尚轻 可不想就这样 约死在这太监手里面 英姑姑求你了 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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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刹 � 评讨 疲惫 你 快 快 疲惫 你这时候轻轻地咬一下 救心 这要什么都不知道了 吴姑姑 你不会是想让我服毒吧 服毒给拿出来 抖了抖了看看 张颜山 大风管 你瞧瞧 这是什么呀 是 头发吗不是 来 你再闻闻这啥子 闻什么呀 闻出什么来了 再闻闻 大风管您别拿我当狗示范 你连挑狗都不如啊你 这上菜这味儿 明摆的就是宫里园子里那些宫女 宾妃们的谈香味 是吗 再闻闻 行了 去摆这儿的管县太监给我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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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谁 谁管事啊这儿 管事的呢 公子 我们一起刑警 买它 废话 你去看 你去看 公子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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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你去看 必须记录在案 是宫中园子里的规矩 谁也不敢怠慢 那就是说皇上跟兰贵人 真跟这儿住过 不对 皇子 一旦他们冲了进来 我会把东西 放在你嘴里 但总管 这里请查好几遍吧 每一个柜子门都打开过 没有 凭我在宫里头 当差这么些年的经验 逢是皇上的寝宫 肯定有密室案导 那是为了以防姑测 让皇上藏身之灵 这东暖阁肯定有 案导什么的都是听说 咱们没见着过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נו fridge 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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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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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请你张开嘴巴 张开嘴巴 啊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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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 所有人把这死猫给我带回来 弄死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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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猫 大总管 四六就上了房了 不好追 大总管 这猫实在是抓不到了 它是窗户跳的跑了 胡说 我眼瞅从这儿上个房 我看着是从窗户跳出去了 两只猫啊 行了行了 你们俩听好了啊 猫跑了不要紧 那假太监要是跑了 我就把你们俩脑子给你们揪下来 还不赶紧呢 哎 赶紧搜去 快去 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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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安德心 与兰桂仁家眷 带领大木箱子已离开九度行业 现在被黄公监的手下挡在过梦跑 那个太监搜他木箱 可是安公监他死活不让收啊 我上岛你出园子 嗯 安德心呢 安德心 又跟我玩上了 你忘了我是谁喽 支架盖部长毛我是老手 你既然给我声东击西 我就给你两面夹击 大总管 用不用我把兄弟们都撤出来 跟您一块上岸 我一人去就行了 你带着兄弟们 看这些东西吧 该搬的搬该挪的挪 那墙一寸一寸敲 敲出空想的地方就给我跑开 好 就算把这房拆了 也得把那假太监给我逮着 大总管 这墙不太好拆 咱没带家伙 再说万一您把房都拆了 那万岁也不 谁让你拆房了 我就说这么个意思 给你一棒准你就认真 我让你上天摘月亮 你行吗你 这 你们快去等这你 我的儿子 我愿意 我愿意 你能走 我愿意 我愿意 乱啊 我愿意 因为你能走 我愿意 你at the night 这是你 花 你 这哪儿哪儿都搜遍了 历史案道会在哪儿啊 搞不好啊 就是当十万岁爷怕有人行刺 故意弄这么一件 其实没有 不是 你让他们赶紧把这都都都都复原了吧 有 落了吧唧的 兄弟们 罚特领故意复原谅 快点儿 准备 重参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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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其实你应该明白 你是个男二生 这园子里 是绝对禁止外面的男人进来的 扭穿的是太监服 上岛的时候 又被他们撞上了 他们肯定怀疑 你上岛 就是为了和蓝主子优惠 以便让蓝主子怀上子嗣 从此 也就了却了万岁爷的心事 什么 他们以为 哪是想借我的种 替皇上生子 根本没这回事 我知道 我相信你和蓝主子之间 什么都没有 但别人会相信吗 毕竟你上了岛 毕竟你在东暖阁 跟蓝主子见了一面 虽然此事只有我知道 但我想说清楚 恐怕我全身都是嘴 也难以让别人相信 看来 我进这园子 真是干了一件大蠢事 我真不该 有此见面之心 没想到 事情会搞成现在这样 我真不愉快 两个字 是 这是 当我所说的 但是 是 监狗 如果adas 这药丸给你 如果你针对蓝主子 还怀疑深情厚义 只有以死相救 方能让蓝主子肚死难关 怎么回事吗 皇上送的东西也要查 这又不是偷的抢的 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园子呀 我看这安公公也真是的 诚心跟他们斗气 让他们查一眼不得了吗 又不会怎么着 查一眼我们就能出去了 免得跟这儿听他们瞎嚷嚷 少说两句吧 安公公是皇上身边当差的 皇上送的东西 当然不能随便让别人看了 不然皇上的脸往哪放 我可听说了 皇上送的礼啊 别人不能随便检查 要我说就是这些当差的不对 不行 我找他们说礼去 行行行行行 行了小姑奶奶 这是哪儿这是 这是园子里 她的是给我待着 看安公公怎么处理吧 这可是蓝桂人的家眷 后边的箱子是万岁爷赏的赏礼 你们敢不让过去 谁给你们那么大的 等着小子 非告那个衣服 夫人二小姐 委屈二位还得多等会儿 发生点误会 一会儿就解决了 那就谢谢安公公了啊 安公娘 皇后皇公娘来了 走 走 黄公娘 您来得正好 这可是万岁爷赏给蓝桂人家眷的赏礼 这宫礼的规矩您也知道 万岁爷的赏礼一概不准开箱查验 你们总管之王凭什么下这么一刀令啊 成心想坏了公里的规矩啊 还是怎么着 是不是非得我在万岁爷面前参你们一本 你们亲里才踏实 安公公 都不怪他们 刘总管 刘总管吩咐过 今天不管谁带东西出园子都得查 包括您和我 皇上的东西也得查 不是 安公公 这话就严重了吧 您说这打开箱子让兄弟们看一眼 您干嘛那么紧张呢 再着说了即便是万岁爷赏赐的东西 大家看一眼就得了 是吧 您高抬贵手让他们咽咽 两下不伤和气给个面子 您说是不是 安公监 要是我就不给这面子不让查呢 安公监 刘总管吩咐过 今天谁带出去的东西都得查 他哪来那么大胆子 皇上的东西他也敢查 安公监 这刘总管的手里啊 握着太佛爷的意志呢 那上面可是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别说这几个箱子了 那就是把满园子翻个底朝天 那也得查呀 您说是不是 安公监 我看你敢 安公监 这刘总管吩咐过了 那我就得例行公事了 给我查 拿呀 拿呀 黄公监 我实话告诉你 只要我姓安的在这儿 你就甭打算验箱子 你要真想动手 你们就试试 把我打倒了 箱子你们随便验 要是打不着我 我的人 箱子 就得踏得实实地让出去 你 怎么着 你想试试 来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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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老爹 别攒那么大的火 你看园子里头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这是干什么这是 再说了 老夫人在车上坐着 让人家瞧见咱这脸面万点搁呀 我说刘大总管 这些人非说是奉了总管执法您的手令 非要查万岁爷赏给狼国人家眷的这些赏礼 不是这 大总管这箱子一定得啥 放肆 退下去 我告诉你吧 为这点事要是伤了我们老哥俩的和谐 你们挨着个的都给我抖着瞧 再说了园子里有规矩 皇上赏子东西一律不能开箱宴茶 反了你们了是怎么着 得嘞 老兄弟 哥哥先给你赔个不是 大总管 我得给老夫人赔一不是 老夫人 我是圆明园大总管刘福 我这给您有礼了 老夫人 当过了您的行程 让您受惊吓了 我给您赔一不是 请您见谅 没事没事 别离开去 老夫人 您 您可以启程了 祝老夫人安康 走 大总管 您这么就把他们放了 那箱子里肯定有问题 要是没有鬼的话 他干嘛发那么大火呢 还和我们打架 安德辛发火更说明这箱子里头没东西 什么 这箱子里没东西 他是跟我玩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 咱根本就犯不上在园子门口跟他嚼舌头 让他们走 走不了多远就得碰上进军卫士 那帮人可是荤素不吃 更不会吃安德辛这套 大总管阴命 大总管 查了所有心理盒箱子 包括车上车底全都查过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不出我所料啊 嘿嘿嘿嘿 大总管真英明 不过 这假太监到底藏在哪呢 刚才大总管说 深冬击西 去看看张安山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另外告诉守湖的弟兄们 密切注意湖面的动静 他不在箱子里肯定还在岛上 还在岛上 不在岛上才能长着翅膀飞出去 回制房 知道 请你保佑 公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院吧 保佑瑞茵姑姑 能够顺利的送公子出院 南无阿弥陀佛 大自大美国的请保佑 公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院吧 保佑瑞茵姑姑 能够顺利的 鸡饼蓝主子安公公 让他进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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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